《紅中玉風水命理》 焦點視頻《紅中玉風水命理》的時間 玄光幕見到紅中玉師傅 你好 師傅 今集我們想說關於一些 預測香港未來的情況 前兩集說了2024年的 香港會發生什麼事情 甚至世界大使師傅 也有些意象分析給我們聽 在裡面提及到 2024年是一個大運 一個地運轉變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個就叫九運 九運我想請教 我們知道是有20年長的 其實在這20年裡面 香港會有什麼的意象會發生呢 例如會不會說 金融、地產會有不同 經濟的走勢又會有什麼改變呢 所以今集想請教一下紅中玉師傅 多謝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做齊留言讚好和分享 因為這些動作對頻道的成長相當重要 在影片資訊欄會見到有主播專頁的連結 按進去的時候會見到有主播的聯絡方法 和節目其他的資訊 焦點視頻是一個知識共享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在未來20年 由2024年至2043年 這10年我們叫做九運 九運呢 如果說香港當旺的方位 首先來說 就是南方見山、北方見水的地方 就是最好當旺的地方 反過來 退氣的方位就是 南方見水、北方見山 相反就是了 所謂寧靜顛倒 這個叫做 所以九運就是 如果找地方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留意這些問題 另外來說就是 就是 估計九運香港經濟的走勢是怎樣呢 因為香港 和九龍是分開的 而香港島的北面 就是見到維多利亞海港 是吧 而 應該香港島那邊 如果九運來說是偏好的 但是九龍半島 就南面見到水 南面見到水 而水後面 就是太平山來的 另外九龍的北面是沒有水的 所以如果香港未來的運程 我覺得在未來十年 我覺得會反覆一些 因為 北方見水是本主好的 但是 你又南方見水 所以 九龍半島就南方見水 香港就北方見水 那就是有好的因素 有不好的因素 那就是又會怎樣 又時好時差 活肥比較反覆一些 如果簡單來說 我覺得是前半段差 後半段好的 如果這樣說 那到時 看看是不是 這個以上的情況 因為兩個情況 你都有 那金融方面又怎樣呢 在金融方面 在九運呢 就是屬火的 火 就是黑金的 如果金融是屬金的 因為金融業 說明是 那所以如果九運來講 金融業 我就覺得是 還沒得住的 一般的 那它百運已經升了上去 那所以呢 就算差都不會太離譜的 都不會很差的 只不過 它不會再突破 那樣的意思 它又只不過 至少都要保持著高點 就算是可能低 會低一點 就只不過 不會再繼續向上 那 那未必會跌下來的 未去到這麼差 那 只是沒有這個突破的現象 那 那地產市道 另外一個問題 地產市道在九運的形勢又是怎樣呢 那 我就這個問題呢 就起了一支掛了 掛名就叫做水天衰 那 世堯呢 就辭子孫 啊 子孫離黨呢 就是日黑 是不是 日黑的 字科黑身金 那代表來講呢 應咬呢 林青龍財 是吧 那財 是指主治的 是吧 那財法絕的 如果你問呢 我覺得就是 官額空亡 是不是 官額有黑庫 官額空亡 刪不了那個庫 是不是 那所以來講呢 即是說這個地產市場 我會覺得會跌下來先的 然後再慢慢升上去 因為它已經在高位了 那現在要先跌下來先 那所以呢 先升後 先跌後升 那這樣的情況 因為八環已經升了這麼多了 那所以暫時不會再升的了 我覺得 那我覺得會跌下來 然後再升 再再升 那不會無限的升上去 那如果各位到時要買樓的話 要看一下 過多一兩年 再看情況 然後再決定 那會比較好 那九雲最旺 最旺的一定不是地產 那就是 那就是 一些狗子火 是一些虛無飄渺的東西來的 你旺那些什麼 旺那些虛無飄渺的東西 不是太實在的東西 或者那些創作 那類會比較好些 總之不是太實在的東西 會較為好些的 那我以上 就是對九雲香港的看法 嗯 那師傅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 你提及到 就是說這個 金融地產 就是 差一點 那換上來講 就是 整天都坊間聽到 就是 一些可能屬火的行業 在未來這二十年 就似乎 就有一個優勢 沒錯 屬火的行業 是會帶來的 因為它當運 當運的 但是如果屬土 它已經 八運屬土已經旺過了 所以它旺完 就會跌下來 會借的 借完再再上 你說火生土 都會升的 不是的 它跌了你才會升的 哦 它不會這麼快升的 那所以就是一個這樣的趨勢 因為生是慢 黑是快 生是一樣東西 十八沙的小孩出來 十八歲才成年 黑是很快的 所以沒有這麼快 要等的 是 任何東西都可以 就是生是慢的 OK 那希望今集的內容 就可以給大家參考 那其實當然 九雲的話題 還有很多的 下一集 不如我再請教 熊忠玉師傅 好 拜拜 多謝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做齊留言 讚好和分享 因為這些動作 對頻道的成長相當重要 在影片資訊欄 會見到有主播專頁的連結 按進去的時候 會見到有主播的聯絡方法 和節目其他的資訊 焦點視頻是一個知識共享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在影片下方